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组员有隋中达 陈玉琪 古佳琪 黄俊培 那这次的报告则是国古佳琪及隋中达 那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对于举光号行车时间 是否比区间车行的时间还快速的调查 那另外一个目的也是了解旅客 就是如果花交流金钱在搭举光号 那是否会比搭区间车来的划算 那我们调查的材料是台湾铁路局网站列车时刻表 那就是我们是截取一部分 那我们调查的方法呢是从台湾铁路局网站列车番次表 取得台北到新竹 就是12月12号到10月18号这段期间 举光号与区间车的行驶时间 所得举光号共14番还有区间车共62番 那分别在于车次用小到大排列以及编号 那再乱数表各抽出13组数据 那先再做F-test 以确认区间车的variance和举光号的variance是否相同 然后再做T-test 那就是抽出区间车和举光号 从台北到新竹的车次以及行驶时间 那就是下面这边有那个区间车的行驶平均时间 跟举光号的平均行驶时间 那就是两个其实看起来没有差很多 那第一步我们先做F-test 就是H-0是设举光号的variance等于区间车的variance 然后H-A是设两者不等于 那Assumption是火车行驶时间为Normal Distribution 那所取出的火车车次为Random Sample 那我们alpha是0.05 Vitical Region是以F-test 12.12的时候会得到0.30跟3.28 然后将S两个的S带运区会得到F-test 0.73 那就是0.73是落在那个接受区之中 所以结论是F-test 0.73落在F-test 12.32 Distribution之quid 所以接受H0然后拒绝HA 那区间车与举光号变人相同 那我们会了解有机率的犯Type-II Error 那就是这边是写错 那S-Pour呢就是 举光号的S 举光号的S0 Degree of Freedom 然后加上区间车的S0 Degree of Freedom 然后再除以两者的Degree of Freedom相加 那最后等于24.05 所以我们取二次 那第二步做T-test 那H0就是设计区间车的μ 会等于举光号的μ 那HA是设计区间车的μ 会大于举光号的μ 那Assumption是火车行持的时间为Normal Distribution 那所取出的火车测试为Random Simple 那第三个假设就是 区间车的Variance会等于举光号的Variance 那α一样是设0.05 那Critical Region算查表结果就是1.711 1.711 那将 那我们算T就是将数的代运值会得到0.44 那就是落在 落在接受预值 所以结论T等于0.44 会落在DF等于24的T Distribution The Region of Acceptance 那我们就接受H0 然后拒绝HA 那区间车举光号的平均行驶时间是相同的 那我们是知道会有机率会放Type 2 Arrow 那总结就是 一般人会误以为区间车比较慢 但在测试测试中 会发现区间车的平均行驶时间 其实不小于区间车的平均行驶时间 那由台铁官网可以知道 台北到新竹 区间车为137元 那区间车为114元 因此如果单以售票跟行驶时间来看 其实举光号并没有交付划算 那如果再以 有没有区间车没有位置跟举光号的位置来比的话 那其实举光号 对 多花一些钱买位置会比较有价值 像这边是举光号 然后这边是区间车 那区间车的车是会叫举光号多写弹性 那如果对于搭车时间 照顾不确定的人 那就是他们会比较适合搭区间车 那区间车 因为行驶的路线都比较短 所以如果搭到长程的话 也是举光号比较方便 所以因为途中就会不需要 再透过换车这个程序 以及等待另一半车衔接的时间 那指示所做的范围 只有从台北到新竹的区间 所以如果将行驶距拉长的话 或许举光号与区间车 之间平均行驶时间会有差异 但由于区间车到处之后的行驶 比较短的路程 所以还是没有办法做比较 那只是做让本 是并非当自搬车 真正的行驶的时间 因为我们没有将误点的时间 所上升的时间加入考虑 那就是做detest的时候 然后就是有发现就是说 区间车虽然每辆车停的停靠站都是一样 但是就是有发现有些行驶时间比较长 有些行驶时间比较短 然后就是发现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 就是如果行驶时间比较长 是因为他们某一站会停比较特别久 就像这一二四三三次 他在兴奋的时候停了六分钟 那其他平均都是停在一到两分钟左右而已 然后这是区间车的部分 然后举光号也就是 因为举光号他停的站并不一定是相等的 所以就是我们从就是就是从两个班次 就是这个是停比较多班次 比较多站的 然后是停比较少站的 但是因为他一样就是在某一站停了特别久 大概多停了六分钟 所以总行驶时间还是会比就是 虽然停比较多车站的班次还要行驶时间比较久 但如果就是以就是那个就是行驶 就是停靠暂停的时间 大概都一到两分钟来比较好 就是停站多的还是会行驶时间比较久 所以就是可以就是从就是从就是 做那个T-test的中发现就是有这个部分 就是的差 我们报告到这里结束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这个吗 0.0.025我看到 这应该0.025不好意思 他还有问题吗 有没有同学有问题 所以你的族群的是什么 是就是那个 就是 就是举光号跟区间车的就是那个班次 就是这一周的 因为有些周会增加一些那个班次 所以就是我们取一周来当做基准 还更小一点 你的族群 你的族群更小一点 因为就是一周内就是同个班次他行驶是一模一样的 有没有什么想法 有没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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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无法搭成配啊 就是举光号 无法跟区间车 两个车就是 就是114 跟503 是这样搭成配 就是這個啊 就是你無法就是這整個 這樣是一個pair 那它為什麼不很更 就是底下這些pair 這個想法不錯喔 因為這個想法是針對它的題目喔 所以我一直問你說 你的題目是不是有一些問題 你的population真的是這樣嗎 你的population會不會是 只有直播到太平時間 而已 不是所有的 去監測根據報告去監測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蛤 你講什麼 沒有聽到 對啊 它的population是什麼 就是一週的那個啊 一個禮拜的 什麼 還有什麼 很特別的 它只有在新竹跟台北之間啊 對啊 所以 但是它原來的題目是什麼 有沒有限制在新竹跟台北之間 就是比較兩種 沒有沒有 假如沒有的話 它的族群是不一樣的喔 是所有的 可能的站 之間的這個什麼 舉光跟去監測的比較 那這時候要做的時候 就可能是怎麼樣 可以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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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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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同一個 同一個地區 蛤 要怎麼做 都是 台北到新竹就一族 然後 高雄到 高雄到台那一族 就是 但是為了區別的鞠躬跟鞠躬 我都選同一個 反正 其在莫大量 可以嗎 嗯 但是 那個 那個就變成KFT了 知道 了解嗎 這個才是 你們原來的題目 做的 那假如以你現在這樣做的話 就只能怎麼樣 你就要台北到新竹 台北的新竹 你的族群沒有那麼大 不能夠 那個 擴展到那麼大 好嗎 好 然後呢 不好的是什麼 那只有實刻表上面的東西 那當然 大家會想 實刻表寫在那裡 比較不會霧點的 大概是什麼 橘光號 比較會霧點的 會不會去區間 這樣 就怎麼這樣 好 所以 實際上還是 有什麼 有實際的 數據 是比較好的 從那個實刻表上 拿著 的話 可能 這個 複差 就打折了 OK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還有一個不好 那個有一個族群 只有14個而已 所以 那個個數很少 那個個數 那個個數 根本很少 對不對 所以幾乎是 全部的樣本 都可以拿出來 好 所以 以這樣 小小小的一個 補群的話 好像 就 比較沒什麼意思 一直算錯了 啊 對對對 很好 這個 眼力很好 有看出來 剛剛是自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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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是有看到它的0.025 它寫0.25 對不對 你剛剛是有看到它的0.025 OK 所以 Tingue of Freedom 跟N不要弄不錯 剛剛在講的是這一個 只分乳是N啦 不是Tingue of Freedom 好 它放不錯了 那應該是13 13 對不對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沒有的話 我們就謝謝這一組 大家好 我們 我是第二組報告 然後我是鄭嘉宇 然後其他成員有 陳玉 羅杰 義軍還有敦如 嗯 然後 大家還知道就是 我們之前 之前台灣草非被揚揚 那個ECFA的議題 然後選舉也快到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 就是 去了解這些時事 嗯 然後第一個我們的目的就是 為了了解台灣在 為了了解台灣在簽定 被簽定ECFA後 是否真的有像支持者宣稱那樣 就是說 ECFA有助於台灣的 經濟能力有提升 然後有提升我們經濟的競爭力 因此我們決定要以台灣化工業產業 來當作測試對象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是 單應要就化工業產業來看 看ECFA是否真的有讓起 我們的成長率提升 所以我們調查的主題就是 我們簽定ECFA是否對於化工類的產業 年增率有否成長 嗯 好那我現在介紹什麼是ECFA ECFA的全名就是 Economic Corpo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它是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那這邊就是 它是在2009年的時候提出 然後在2010年 6月29日的時候 在大陸重新簽訂的經濟協議 然後在2010年9月12日生效 好那ECFA的主要內容就是 我們兩岸呢 它會將原本約定的關稅減免 然後我們這組有 就是去看天下雜誌 然後它天下雜誌推論說 ECFA會將化工類 機械、紡織、石油還有 美製品、鋼鐵業這些受混 然後促進轉型升級的重要策略 好第三個是我們的調查方法 我們調查對象是化工類的產業 然後化工類的產業 是包括化學、塑膠跟橡膠 然後有股票上市的56間公司 然後第二個方法 我們是總共找了56間的化工類公司 然後我們在用Excel的亂數表 去抽出40個當作我們的Sample 第三個是我們用 奇摩股市角數公司基本資料的營收盈 第四個是因為 ECFA是在99年的9月12日生效 所以我們如果抽到在簽署 ECFA前平均營收的公司 然後我們就計算 因為我們要計算 99年3月到8月的平均年增率 然後如果是抽到ECFA簽署後 平均營收的公司 我們就會計算99年9月到100年2月的平均年增率 好這是我們實驗數據 就是我們總共抽出了20個Sample 然後有前有後 就是我們是40個 然後前後更20個 然後我們總共有5個年增率 然後去平均 6個年增率然後去平均 的 然後就是我們把 沒有ECFA協議之前的20間 它的平均年增率把它算出來 然後它平均是33.22 然後Variance是439.15 然後20間有ECFA協議後的 它平均是19.25 然後Variance是195.25 然後再來就是做分析 然後第一步就做F Test 然後H0我們是假設 兩個的Variance是相同 然後HA就是不同 然後Assumption就是 平均年增率是 Normal Distribution 然後抽出公式是Random Sample Alpha是0.05 然後F是19.19 然後Critical Region是 0.39跟2.53 然後F的話我們 S1平均是沒有ECFA協議 所以 S2是有ECFA協議 然後算出來F是2.25 然後從圖可以看出來2.25 它是落在Region of Acceptance 所以我們接受H0 然後拒絕HA 有可能會犯Type 2 Hero 所以我們就是得到結論 就是兩者的Variance是相同的 然後再來做T Test 然後因為 我們假 我們是看它簽ECFA協議以後 有沒有成長 所以 μ1是淺 μ2是後 所以 HA 所以 HA假設的話 是μ1-μ2 它是小於0 因為μ1是淺 然後μ2是後 然後Assumption 前面格 兩個跟前面一樣 然後第三個是假設 它的Variance 就是相同的 然後Alpha等於0.05 然後圖的話 Degree of Freedom是38 然後 X表示-1.686 然後 然後 因為我們從剛剛F Test 知道兩個Variance是相同 然後 N1等於N2都是20 所以我們 T的公司是帶這一個 然後 算出來的話 T是2.48 然後 從 圖可以看得出來 T等於2.48 它是落在Region of Acceptance 所以我們 接受 H0 然後拒絕HA 有可能放Type 2 Hero 然後得到的結論就是 有沒有Eck把斜1 對於化工類和平均年幀率是 沒有太大的影響 就 我們 第一個討論就是 為什麼我們 這個 這次要用T Test 而不用Pair T 因為Pair T不能全然 很改我們所希望的範圍 今天我們想知道的是 化工類 再加入Eck把前後 營收有沒有成長 但是在化工類股裡面的 各公司賣出的商品 有同質性的 也有差異很大的 造成公司競爭 然後第二個就是年幀率 而年幀率實際上有兩種 一種是累積的 一種是月份的 累積年幀率是指 年初累積到目前月份的營收 與去年同期相比來看 單月份 單月份看的是 每個月公司的營收好話 然後我們這次用的方法 就是用單月份的 然後單月份年幀率的算法就是 欸等一下往這邊 像例如可能第一個年幀率嘛 可能前 就可能是 痾 痾 可能是2009嘛 20093月 就20103月減到20093月 再出於20093月份的營收 所以 年幀率是降不算的 有問題嗎 我們要用年幀率算就是要消除 就是營業額上面的差異 所以我們敢用年幀率 因為同一間公司可能會有 營收的狀況 可能它耳度就是這麼多 對 年幀率它只是算 它的成長比率而已 就是 不是依實際的營業數字來看 那你也有什麼 可是就是 欸 就算是 比較不好的公司 假如說它今天產品有搭上 比如說之前像太陽能板 它之前如果有搭上線它的成長率就是會很高 然後像現在因為歐在危機之後 那個 太陽能板的營收就會一直下降 然後 只要就是 這不是 我們是 是從股票 因為上市股票它都一定要提供 每個月的財報跟寄財報出來 所以我們是會抽上市股票 就是因為有財報提供 你說那個大公司增1%會是別人的40% 應該是指營業額來講 因為營業額的話才會有這種情況 因為我們這個它的 它的年增率是 它是因為已經有除以去年同一月份的營收額了 所以說它是跟自己公司的那個營業額來比較 所以說他們的那個成長率應該會是 大公司跟小公司他們成長1%應該都是相同的 就不會說像你說那個就是 大公司的1%是別人的40%這樣 因為每間公司版的規模就都不一樣 可是我們現在就把它改成用它成長率 就是年增率其實是在算這樣成長率的 就是這個 大家好像對這個 它的反應的概念很有意見對不對 對不對?我想,你們剛剛的解釋,有談到說,是除以它原來的營業額,是用增長率來看的,所以大公司跟小公司之間是已經把它消除掉,都是放在以原來的營業額當作百分之百,這樣子來當基礎來看的,所以是用成長率。 這個可能有消除掉大公司跟小公司之間的差異,但是一個沒有消除,為什麼?同學們會這樣問說,要用PairT嗎?為什麼?我也覺得,我也傾向是要用PairT,你不想出來其他的原因嗎? 因為是同一個公司,同一個公司,然後其實不好知道什麼講話。 因為他可能可以把不好的檔案,可以靠其他的把握器,來增加他一次。 可是如果我們要做特定,一定要靠去關注款的。 而且能把手套器看他下降,但想讓他上升的話,他還是會認真地存在。 因為他還有什麼意思? 因為有一個公司的體質,每一個公司體質,有時候差不多。 如果公司裡面的團隊,他的人,其實很多時候,人才是最重要的。 在整個公司裡面,人的數字是不一樣的 他們的應變的能力,可能是他們的 不見的是法國民的公司 那譬如說,有了AGBA也有不同的 不管是正面或負面 然後這個團會不一樣的公司 那譬如說,他們的應變能力不少 所以,PARTI可能還是比較合適的 假如不是用PARTI的時候 我們的T-Test為什麼會是 就是比較沒有辦法符合我們的期望 所以,這樣一個字幕看起來還是用PARTI是比較合適的 而不是用PARTI是比較合適的 請問有沒有其他的想法? 有沒有其他的想法? 不過剛剛看出來,那個數據 大家不來看那個數據嗎? 你原來是想好,就是說 原來是想說,這個值應該比較低,這個值比較高,對不對? 就是說,欸,軍法的體構現在比較高,對不對? 這個想法 但是這裡面,我們統計學課 所以我們不想正式 所以不管結果怎麼樣出去,不要覺得那個人請解惑不出手 我們沒有這個意思 我只是在想說,這裡面,除了那個 他們想要知道說,時間點是這樣 但是這個所謂的時間點 他只是用時間點來做,對不對? 那這個時間點的差異 是不是只代表EPAR這件事情? OK? 他們在做的是什麼? 所謂的簽EPAR之前跟簽EPAR之後來比較 那簽EPAR之前是什麼?年,那些年 簽EPAR之後也是年 那問題是呢,這所謂的兩個不同的年 是不是就是只有有EPAR沒有EPAR的差異呢? 所以出來的結果是不是就直接就代表有EPAR跟沒有EPAR的效果呢? 這是要考慮的 了解嗎? 所以出來的結果能不能直接就是解釋說有EPAR沒有EPAR呢? 可能有一點困難 就是說,全球經濟通通都大局勢怎麼樣的時候 那之前跟之後 我造成的差異 說不定是這個所謂他們想要探討的這個意思EPAR來得大一點 了解嗎? 這種叫做什麼? 方便 或就是 互相的這個交錯的那個影響造成的這種差異 也就是說呢,現在他們用的所謂有EPAR沒有EPAR的話 這個是幾年的時候? 99年3月到99年8月 然後這個呢? 99年9月到10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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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用時間點來代表有沒有這個這個EPAR的效應 但是這種時間點是不是就純粹是代表的? 沒有EPAR,有EPAR 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要去問自己 了解嗎? 那這裡面很可能還有什麼? 季節的差異喔 一個是旺季喔 一個是淡季喔 一個是淡季喔 那怎麼辦? 對不對? OK 所以 所以有很多的東西你要去考量的 就是說 當你在做一個設計 在問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這樣的設計 或是這樣的問題 是不是可以 結果是可以拿回來 回答你那個問題的 了解嗎? 可以嗎? 這樣子 大家了解這個 它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有一點點這樣 有一些這樣子的一個問題存在 還有嗎? 大家還沒有什麼意見? 大家好 我是 我們是第三組 我是這次報告的人 唐慧春 那我們的主員有 曾婉如、孟山跟謝博典 那我們 那我們的題目要做的就是 開發中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的平均育命之差異 那我們的目的就是想要知道說 開發中國家跟低度開發之間的平均受益 平均育命是否有明顯的差異 那所謂的平均育命就是假設一出生因而遭受某一時期之每一年年齡族所經驗的死亡風險後他們能存活到的預期壽命 然後所以是 那零稅的平均受益 员民特別稱為平均壽命 那我們 如何分 開發中、低度開發跟以開發 我們是採世界銀行 對世界各經濟體系以居恩愛為標準分成這三類 就是低收入、國家跟中等收入還有高收入國家 那我們取其中的以開發跟低度開發來做比較 開發中跟低度開發我講錯了 呃 好 我是報告採樣方式跟數據分析 我叫鄭馬仁 然後 這是我們採樣的方式 我們就是 呃 將 開發中47個國家跟低度開發的46個國家編號 然後使用亂數產生器 那個抽出各20個國家 然後這是我們取出來的 然後下面有算出它的平均壽命 平均壽命的平均跟它的標準彈 然後 我們就先做F-test 然後去測試它的variance 開發中的variance跟低度開發的variance是否相同 然後 assumption是壽命是normal distribution 平均壽命是normal distribution 然後國家取樣是random sample 然後alpha等於0.05 那是我們的critical region 然後 算出來的結果F-4等於1.758 然後是落在接受範圍內 所以接受H0 表示它們兩個的variance是相同的 然後有可能會放type2 error 然後因為它們兩個的variance相同 所以我們可以計算它的S pool 然後 算出來的結果是47.36 然後 再用T-test去測試它們的平均是否相同 然後我們是有些預想開發中國家的平均壽命會高於低度開發中國家的平均壽命 然後我們的assumption是平均壽命是normal distribution 然後國家取樣是random sample 然後還有第三個assumption是它們兩個的variance是相同的 然後alpha等於0.05 然後 然後 我們的critical region是這樣 然後 再算它的T 然後 代入 就是把數字代入這個公式 然後算出來T的結果是4.6 然後是落在critical region中 所以 我們結果是T落在那個T distribution的critical region 表示拒絕H0接受HA 所以開發中國家人民的平均壽命會比低度開發中國家人民的平均壽命高 然後有0.05的機率犯T1 error 那因為我們是由經濟來分析 我們就從經濟的角度出發 我們可以說 結果我們只可以知道說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會有較長的平均壽命 那下面是我們討論幾個原因 因為 低度開發的國家他們通常人民的收入不高 然後所以許多人都處於貧窮線之下 長期營養不良 而且飢餓 那 我們有 後來我去另外找數據發現說 低度開發的國家的話 它有許多 5歲以下的兒童 甚至可以 有高達40%都是過輕的狀態 然後最低大概有10%的過輕 那第二個原因的話我們是想說 因為經濟不佳 所以政府投入當地的醫療設備 及當地也無法維持當地的衛生 那醫療設備不足的話其實也 其實也包括說醫生不足 然後就算 而且就算有設備其實他的 國家的人也不一定有錢看醫生 然後第三個的話是 某些國家因為長期有動亂 例如內戰或者是武裝政變 那經濟發展停滯甚至退後 那戰爭啊政變等也有可能會使說 就是在衝突之中可能會有人死亡 也使說年齡別的死亡率上升 而導致平均壽命下降 那 這是我們的參考資料 我們的報告到這裡謝謝 謝謝 挺嗎 蛤 很愛國的衣服 台灣變得好大的衣服 然後呢 這個衣服呢 是台灣回中文化的 很累實 放棉吃完會不會吃 放棉吃完會不會吃 太可愛了 所以 所以平均壽命是多少 在兩邊 不用 不要看 剛剛的報告你們知道了嗎 兩邊的,兩個,平均是多少? 啊?平均是多少? 知道嗎?聽眾聽到了嗎? 我是要測試一下,聽眾聽到了嗎? 所以報告的時候那個是重要的, 因為我們要測試族群的平均, 所以我們樣本的平均要讓人家知道, 樣本的平均是這樣, 你這樣子的樣本的資料, 然後我們下的結論, 所以族群是怎麼樣下的結論, 這樣了解嗎? 所以樣本的平均要讓人家知道, 還有,牠是貓生產地, 很冷, 有問題嗎? 有沒有問題? 被他們對付的報告? 台灣,就是我們沒有說到台灣, 而且台灣沒有在數據內, 因為我們是舉聯合國, 然後他不承認台灣, 所以裡面沒有, 我們自己的衛生署的那個網站可以找到, 要把強大的台灣, 你去告訴我們, 我們是多少? 我記得是78, 好,有沒有問題? 其他人還是有問題? 嗨,大家好, 這是我們的主演, 我們今天要報告的題目是, 就是, 鹹食, 甜食, 熱量的比較, 前面加一個, 就是電力商店, 然後,前言就是, 我們現在晚上啊, 就是, 讀書啊, 算生桶啊, 都會算很晚, 然後, 然後, 我們晚上累的時候, 就是要出去補充一下那個能量, 然後,但是大家會怕肥胖嘛, 但是, 就是, 晚上, 就是想說, 很多電療館呢, 所以我們就是, 會去便利商店, 然後, 我們要, 就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就是, 到底是吃甜的, 還是吃鹹的, 哪個對體重會比較有影響, 然後, 目的, 就是, 我剛剛講過了, 對, 下一個, 然後, 我們就是選, 選取一下便利商店, 然後, 我們選到的是, 全家便利商店, 然後, 我們去裡面取, 填, 填石跟填石, 各二十種, 然後, 記下每份的量食, 所含的熱量, 然後, 把它, 記錄下來, 然後, 做, T-test, 下一個, 然後, 這是我們取出來的數據, 鹹的在這邊, 填在這邊, 然後, 就是為什麼我們, 這個, 實驗要做T-test, 不做PairT, 就是呢, 那個, 我們是, 那個, 鹹的跟填的, 他們兩個族群, 就是, 本身熱量差, 就是, 本身, 他們的差異就很大, 所以, 很難把它們配在一起, 然後,我們是以分數為那個, 當, 計算, 因為你在, 就是, 吃東西的時候, 你不會想說, 去給他買說, 100克, 什麼之類的, 這樣子, 算一下, 老師, 接下來是我們算式的部分, 那第一個, Y彎字就是, 限時, 限時, 它的, 平均熱量是328大卡, 然後, Y2就是, 填時, 填時的熱量, 是, 268.75大卡, 接下來這個是它的, Balance, 然後, 第一個是, F-test, F-test, 我們先, 先假設, 他們兩個Balance一樣, HA這樣, 然後, assumption, 就是熱量, 我們, 假設, 我們assumption是熱量, 是, 食物的熱量為, Normal distribution, 然後, 這些取樣的食物為, Mandon sample, 然後, 接下來是我們的, Test出來一集, 下一個, 然後, 結論就是, 因為它, 因為它, 它, 處在那個, region of the system當中, 對不對, 答錯了, 這邊, 所以, 我們要接受, 接受, 接受H0, 拒絕HA, 然後, 因為這兩個, 這兩個相同, 所以我們使用, 我們在下一個, 下一個, Test當中, 使用SP平方, 然後, 這邊是Test的部分, 好,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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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我們Ttest的結果, 下一個, 這邊, 這邊, 這邊應該也, 這邊也是打錯了, 因為, 這個, 那個, 那個T值, 其實是落在, region of the system當中, 所以我們接受H0, 拒絕HA, 所以它的結果是, 填時跟閒時, 這邊也打錯了, Nue, 然後, 接下來, 下一個, 這是我們的結果就是, 填時跟閒時之間的, 我們做出來的結果是, 填時跟閒時之間的, 填時跟閒時之間的差異, 的熱量差異, 並沒有, 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然後, 接下來是我們的, 那個什麼, 就是我們的誤差, 我們誤差部分, 可能, 來自於, 我們取樣數過少, 因為, 有可能說像是, 一個果凍, 熱量很低, 然後, 一個閒時, 像便當, 可能什麼, 後切出款之類的, 可能就破千卡, 我們可能, 就是在, 取樣過程中, 沒有取樣到, 所以, 他在, 在我們做出來的結果中, 是沒有顯出差異, 可是實際上, 可能因為人的選擇, 而造成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 有很多人想要舉手, 來, 提示, 那個, 那個, 甜跟鹹的話, 就是甜, 就是第二種, 對, 因為, 所謂的甜, 就是他們, 就像你這樣說, 那種, 很大的, 吃, 就是一家, 然後, 再來, 這個部分就是用分, 然後, 我覺得, 如果你在取樣, 會說, 怎麼會保持? 電池的電池都是收一些相關的 和極高點來說 然後電池的話可能是大高一點的 電池這樣子的話就變得 後期繼續 process 下去 就是電池好像沒有一個對應性的 然後說這個數據那個可以 這不對應這個安全上 然後我覺得如果可以用來做參考的話 可以先還是以異議的補充 就不太乾淨的補充 然後你請之後你再吃什麼的時候 你把它當作大胃換上去 可能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好 謝謝 還有什麼問題 我就是要用單尾的這樣子 我就是要用單尾的 每個選的東西都有 每個選的東西都有 你就要用單尾的 不知道 那個 那個 就是 謝謝 不知道還有什麼問題 下次會感情 就是 其實那個單位的就是也做過 但是也就是沒有 顯著的差異 就是大家吃東西就是 就是熱量幾乎差不多 就要減肥還是要靠運動 謝謝 那那邊同學有什麼 問題或者是 建議要給他們 好啦 所以 熱量本身就是 有什麼 跟他的那個 是有關係的 所以呢 所以譬如說 你去拿的一個 是什麼 Poca Poca有不同的包裝 抽到一個是這麼小 跟一個是這麼大包裝的 能量當然是不同啊 能量當然是不同啊 怎麼可以用份呢 所以 以 重量 和 單位重量 是一個很明顯的一件事情 了解嗎 或者 你就說 你什麼一份整個吃下去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吃了這麼大一包Poca 跟吃這麼小一包Poca 你覺得是一樣的嗎 蛤 不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 這裡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對不對 你在看能量方面 什麼時候 你就應該把它標準化 好 各位 你只是在看甜食跟鹹的嘛 所以這兩個東西 是要在一定的標準之下來看 是鹹跟鹹 只有兩個不同 其他 要盡量讓它是怎麼樣 一定的規格 同樣的規格的東西 這樣瞭解嗎 好 好 然後還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好 那個應該是簽卡的 告訴我 喔沒有是 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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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因為他自己本身 喔 就已經有那個 他根本不重量 完全不一樣之下 所以會造成怎麼樣 是卡 有什麼問題 它裡面的便衣變很大 它裡面的便衣很大 裡面的便衣很大 什麼問題 T-test 好 在下面 P-test P-test 你看看 P-test T-值要比較大才會顯得住 對不對 顯著的話才是兩邊是不同的 對不對 那T-值什麼時候會比較大 或比較小 除了這兩個平均值的差以外 什麼 S-平方要越小的時候 他才會 T-值才會越大 對不對 分母要越小 我們樣子越小 S-平方 P-arons要越小 這個值才會大起來 那你在取樣的時候 這個P-arons每次就大得不得了的時候 就是怎麼做都不得了 為什麼 因為你的樣本本身 就有金是什麼樣子 這個P-arons很大的的時候 你怎麼測得出來 這個平均值之間的差異 One-way ANOVA我們才剛剛講過 對不對 我們要怎麼樣知道 這個平均值之間的 有沒有 是顯著的 叫做有顯著的差異呢 跟誰來比 主內的變異 什麼叫主內變異 就是你的S-平方 就是我們在 Wanway ANOVA裡面的MSE 就是你的Random Arrow有多大 來比 所以你的Random Arrow本身都很大的時候 你怎麼樣看出來說 我平均 我的Treatment之間的平均值 有沒有差異 怎麼樣 完全看不出來 T-Test的就完全不顯出 F-Test的也不顯出 是不是 所以很重要的 當你是在做的的時候 你當時 我有沒有這個 這個有意無意 或者是我不小心 我的設計不對了 所以使得我的那個 那個 那個圖內的那個變異變大了 圖內變異就是你這邊的S-平方 了解嗎 好 所以你的圖內變異都這麼大 你想想看 你根本是 即使同樣的甜食 有的是這麼大包 有這麼小包 那個 變異本身就很大 所以你要除以它的客數 出來了以後 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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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馬上講一些 不要用 把那個BiOMARS 再講 那個 瘀掉 還有 我那個 先剛剛講的一個 那個 它的理由 說是 都是半夜在算生頭 我 我要剛剛吐槽一下 他們原來的題目叫做什麼呢 他們原來要做的題目叫 台灣大陸兩岸GDP近四年的米漿 然後呢 我們一看到題目就說 看起來像是佩爾提的 對不對 太像了嘛 所以呢 他們很快的 也 覺悟了說 這不行 這佩爾提 所以是什麼時候 昨天下午才跑去我那邊 求救說 死之啊 這個那個 所以呢 他們的新的題目是什麼 昨天下午以後才開始 腦力激檔才出來的 所以 不是我們害你的 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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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報告的是 嗯 就是百貨公司最近有週年慶 然後就要看看 嗯 某間百貨公司到底有沒有比較便宜 哦 對 嗯 好 後面會再討論 然後 我們目的是因為 最近就是百貨公司有週年慶啊 所以就想知道說 去年跟今年到底今年有沒有比較便宜 那我們是取西光三月 對 然後 我們是以百貨公司的女鞋為population 然後取 呃 百貨公司的DM 上面的靴子 為sample 那為什麼會這樣取呢 是因為 呃 鞋子有很多種 然後 呃 什麼平底鞋 中筒 什麼啊 反正有人沒有啊 還有雨鞋 然後 然後我們就呃 因為實在是 不知道他們之間 會不會因為種類不同 而又做不同 所以我們就 呃 隨機取了 女生的靴子 嗯 來做我們的population 然後我們就是用它的折扣 就是想 呃 就剛剛有個問題是 呃 可能你的底價不一樣 你的折扣也就不一樣嗎 像如果你三千塊也不可能折到三千塊 所以 就是用它到底打幾折 可能打七折 打六折 打五折 這樣去算 嗯 然後我們就材料是網路上的dm 所以是取去年 星光三月的dm 跟今年的 來做比較 然後這是我們的原始數據 然後這是我們的原始數據 好 那這是我們的f test 嗯 然後呢 那個h0就是兩年 我們是設它等於 然後ha就是不等於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 呃 取 取了我們的sample之後 就開始算f 那f這邊大概是1.94 嗯 然後我們的 呃 region是在 of exception是 0.423到2.36 所以我們的f是落在 f distribution的 region of a sentence 所以我們就是 介紹h0 就是他們的 他們的 region 是一樣的 嗯 那我們就用這個方法去算 f test 然後我們這邊用那個 s 破 2 26 點贏 然後我們的t test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這邊的假設是只有單向的 因為我們是假設 經驗比較便宜 呃 比較便宜的意思就是 就是折扣 數會比較小 這樣 三折 可能是小於七折 大家 ok嗎 嗯 好 然後t算出來是 負1.78 左右 然後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 那個region是正負1.582 所以是超過了 然後就是在critical region當中 所以我們就是接受HA 然後拒絕H0 然後了解 可能有 那個 5% 犯type1 error 然後 那就表示說 2011年跟 2010年的折扣有明顯的差異 而且是 呃 今年比去年還有便宜 然後我們從我們計算的結果 我們做一些討論 就是 從分析的結果來我們發現 2011年就是今年的折扣比去年的折扣還要低 所以我們 推測 因為目前 經濟 不是很景氣 所以 百貨公司利用 較低的折扣 來刺激 買起 那 關於取樣的部分 因為我們真是只有取 削子這種 寫款 那計算的結果可能跟實際上會有一些出路 如果可以 用 就是其他更多的寫款 再去計算再去比較的話 應該會得到更有利的分析結果 好的 報告到這裡 有問題嗎 有人說折扣會有差跟過前上的經濟 不是 不行 那去年經濟 你比較急 只是討論 不是討論 不是說我們才可以 我自己想 對啊 你這樣填詞也不一定 沒有 不是我們自己覺得 不是他可以 就是這個可以再做一份報告 不是我們自己的行 也沒得行 請問一下 有的那個 節目是 定什麼 我幫他打幾個 我幫他打幾個 就是 就是去年 跟今年 就是那一家百貨公司 到底有沒有較低 那你有沒有做鞋子 對 因為 題目為什麼不要就定 有有鞋子 我們交出去的題目裡面有鞋子 我們後來就發現說 因為百貨公司實在太多商品 然後我們就 以鞋子為我們的參考 題目人鞋子的時候有做鞋子 對 我 也吃過了 就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只要鞋子 那是因為 就是像鞋子 男生也有鞋子 像 男生也有鞋子 男生也有女生 然後我們就沒辦法確定說 到底男生的鞋子跟女生的鞋子 會不會有 檢查 像球鞋就一定會有 男生就真的會偏高 所以我們 對啊 所以就是 我們就為了要去除這個 可能性 我們就只要去 單一性別的 某一種款式 那你們可以就是 改革說 就是以 女鞋子 斷折後的方式 可能會不會有 可是這樣也有問題啊 因為 短鞋跟 中同鞋可能 就不一樣 所以你們到底做什麼 那你們就把 題目寫成 長鞋 女長鞋 那我們把題目 改成 今年四頭色 代表我們買女鞋 好了 好 女長鞋 這樣好嗎 謝謝 我現在打掌 繼續 你會瘋快 還沒有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 那個旁邊那個圖有點大 那個字 有一點 會一直射 這是射 他晃 他晃 明珍這個建議是不錯的 你設計在怎麼樣的話 不要把你的主題 變小小的看不見 然後呢 把其他陪襯的呢 變得很大 讓人家 看得很清楚 但是你的主要的東西 不要剪掉 好 好不好 所以 這個 這個 輕鬆 的關係 要抓好 OK 他的建議是不錯的 你可以設計 但是不要把那個 弄的這個 弄的這個 主題變很小 然後大家都看不到 這樣子 放動 包括 做的時候 稍微 還有沒有同學 要給什麼 建議 或是 問題 沒有嗎 我想最大的問題 就是 你們的族群 是什麼 你們的 population 是什麼 有的時候 你的題目 可以很誇獎 但是真正的 你要test的東西 要知道 你的族群是什麼 剛剛 林根他們問的 也是這樣 還有popping 他問的也是這樣 他一直問說 啊是不是女性呢 是不是就是這個 百貨公司呢 了解嗎 而且不只是 你的族群 只有這個 百貨公司 只有這個 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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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代表 便宜不便宜 你以為大家會知道 折扣 就是把 把它的 售價提高了以後 打折比較大 比較多 出來 繼續哪個比較便宜 不知道咧 是不是 只是折扣 所以你的 variable是折扣 你不要講便宜不便宜 你今天一開始 你要注意的是什麼 你要做的那個 參數是什麼 所以 你能不能真的把 它引申或推論到說 你怎麼樣大大的一個 補足群的 來做推論呢 那個是要很小心 所以 你根本無關便宜不便宜 說不定今年的整個售價是高的 所以他折扣給你打多一點 那你以為折扣多了就賺到 你到底知道嗎 去BB自己 他原價 說不定就沒有便宜到 知道嗎 所以你們的題目只能做什麼 這個特殊的這個買貨公司的女學 所以他的折扣數的比較而已 就這樣而已 也不代表便宜 這樣了解了 你在做什麼東西 是要比較精確的 然後不能夠隨便無限上綱的去 把它這個引申你的結果 其他還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了 謝謝 谢谢大家